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护房屋所有权不受侵犯 确保残障人士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 公正是法律的第一要义 从北大到刘津再到哈佛 从我的所学 以及到后来二十多年律师生涯 和六年法官的施法事件中 公正一直是我崇散的核心原则 保障广大民众私有财产的安全 保护房主的房产所有权不受侵犯 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为一代新移民和少数族群 我身之平等权利的可贵 往后区作为世界多元化的区域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在追求自己的梦想的时候 不可避免面对文化差异 语言障碍 沟通不障 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这些遭遇我都感同身受 我希望用我的宽容和关爱 对弱势群体平等对待 并在工作流程上做出改变 比如我将提供多种语言的服务 以满住皇后区多元化人口的需求 将确保所有人的遗嘱信托 遗产得到尊重 皇后区遗嘱认证法庭处理的案件 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关系 法官需要秉承怜明的作风 秉公判决 当我单选的时候 我会大幅提高放适效率 缩短案件周期 解决COVID疫情以来 积压的大量案件 另外还将讲话诉讼程序 提供更多可以在线访问 和提交的统一表格 采用人工智能技术 促进法庭效率的提升 还将设立晚间法 确保所有的人都能获得高效的福音 这些举作不仅来源于我二十多年律师生涯 和六年法官的司法实践经验 更取决于我超越对手的卓越的司法业务能力 更体现我对民众包容关爱的同理性 请在六月十五号到六月二十三号提前投票 并在六月二十五选举日投票支持我 让我们共同开创一个公正 公平 廉洁 高效 真正为民众服务的遗嘱认证法庭 谢谢你 我是温迪丽 李昌勇 您最佳的皇后区遗嘱认证法庭法官人选 我来自人民 让我们共赢未来